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巅峰 第37819集 界点红玉 荒野之上血腥气弥漫 一头牛头般大小的兽尸倒在雪坡之中 七八只兽五菱群的土狼撕咬着猎物的血肉 胡沦入腹 这是一次完美的猎杀 在头狼的指挥调度下 这一只小小的狼群在饥喝了半个月之后 总算迎来了过负的机会 比其他土狼烧大一圈的头狼 已经吃饱了肚子 此刻正懒散地躺在一旁 显示着自己受伤的前肢 漠然间头狼两只耳朵竖了起来 那金色的眼睛睁住了虚空某个位置 那个方向上虚空一阵扭曲变幻 一道道漆黑的纹路仿佛撕开的裂缝 突兀地呈现起来 不安的感觉升起 头狼徐徐站起 獠牙壁漏 冲着那个方向低吼起来 正在抢尸的狼群也齐齐瞩目过来 下一刻狼嚎声此起彼伏 漆黑的裂缝交错流传越来越快 一股奇特的力量忽然迸发 紧接着四道身影鬼魅般地出现在狼群的饰点之中 而四人身后更是出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窟窿 传递出虚无混沌的气息 在天地法则的作用下栩栩弥合 头狼金色的铜人猛地缩成了针尖大笑 一声嘀嘀地悲鸣之后 掉头就跑 在这一瞬间 野兽的本能让他感知到了死亡的危险 荒野之上狼群飞奔 转瞬间不见了踪影 突兀现身杨开四人 除了杨开本身还站在原地没什么反应之外 其他三人包括花蓉都脸色一白 捂着嘴巴跑到一旁 挽腰吐得稀里哗啦 头一次经历这种空间传送的感觉 总是不那么美妙 那空间错乱般的触感 就好像自己整个人都被分解成了无数细小的颗粒 然后重组一般 对眼前这一幕 杨开早有所调 花蓉等人的修为 放在这神兵界虽然也算不错 但还没到能够承受空间瞬移的程度 若不是他一立毙虎 早就被空间乱流 切割成无数碎片了 回头看了一眼 那栩栩弥合的漆黑裂缝 迎开眉头微微移住 这个世界的天地法则 比他想象的要坚固一些 来到这神兵界已经数年时间了 他的修为如今也提升到了天阶九层 龙脉之力也激发了不少 最近一年时间 他主修的方向除了激发龙脉之力外 便是空间之道了 不过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受限于修为的原因 在空间之道上的进展 并不太令人满意 许多空间之道的手段 都无法使用出来 不过他当年在星界上 毕竟是以空间之道 成就了虚空大地的威名 所以即便在这神兵界 空间之道也依然能绽放出一些光彩 最起码从七老头面前顿走不成问题 只是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这一次虚灵剑派的事 居然是玄丹门在谋划 先是引他外出 回到虚灵剑派 然后又有七老头等三位灵界 埋伏在此 如果自己之前的猜测没错 那绝对就是玄丹门打探清楚 自己与那莫须有的师父 没有什么关系了 否则玄丹门没必要如此行事 好在武正齐也说了 虚灵剑派的人走在半月之前 就被转移到了玄丹城中 安置了下来 并没有什么伤亡 不过如此一来 玄丹门他势必还是要再回去一趟的 天阶九层的修为还是低了一些 一年时间的沉淀和积累 也是时候晋升灵节了 刚才 华容一脸苍白地走了回来 脸上毫无血色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七老头他们人呢 摔掉了 杨开随口应付一声 看了看四周 也不知道此地到底是何方 他如今虽然能稍微催动一下空间之力 但没有办法精准操控 所以也无法保证自己落足的位置和距离 随意选了一个方向 招呼一声道 走吧 先找人打探下方向 花容依然迷迷糊糊的 怎么也想不明白 那么强大的三个灵界是如何被甩掉的 奔在杨开身后来到杨怀身边 拿手捅了捅他的腰 低声道 大哥 知不知道刚才到底怎么了 杨怀脸色冷峻 一言不发 花容道 我问你话呢 你耳朵聋了吗 杨怀低头瞧了他一眼 脸色愈发的难看 花容不紧 怎么看着我干什么 我想再去拖一下 杨怀说还 一扭声冲到一旁 又是一阵干口 走不到半个时辰 途经一座小村庄 花容上前打探消息 没片刻 便返回指了一个方向道 天舞手在那个方向上 杨怀微微汗手 看了看他 还能飞吗 花容指着自己毫无血色的小两 你觉得我这状态还能飞吗 我现在连走路力气都没有了 杨怀挑挑眉 那就找个地方 先休息一夜吧 众人自然没有意见 在野外随便寻觅了一个地方 杨怀裂了一头袍子回来 四个人点燃篝火 随便拷了点东西过付 一夜休整 总算恢复过来 一个神神后 天舞城 阳黑四人净直从天而救 落在城主府前 城主府诸多守卫如临大帝 天舞城虽然也算不俗 城中多有天阶强者 但花容灵阶的气息 沾漏无遗 让他们也忌惮 飞城 在没弄明白 杨怀等人的来意之前 这些人哪敢轻拒妄动 天舞城城主苗红 很快得到消息 前来查探 一看之下大为惊异 杨丹氏 杨还以抱拳 苗城主就为了 真是杨丹氏啊 苗红大笑一声 这可真是饥客呀 挥手冲四周的护卫呵斥了 都散了散了 有眼无珠的东西 来的可是玄丹门的天丹氏 你们想干什么 众多护卫见状 哪儿还不知自家城主认识来人 都不禁松了口气 四下散去 苗红已经热气地迎了上来 杨丹氏 一别数年 风采依旧啊 城主过奖 杨还微笑寒心 此番不请自来 还请城主勿怪 苗红笑道 杨丹氏可是苗某的救命恩真 当年之时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 你能过来 苗某高兴都还来不及 又怎会贵罪 来 里面说话 许是感念当年的恩情 又许是友谊结交 苗红显得极为热气 他本想给杨开安排一场接风宴 不过杨开如今哪有这心思 便开口玩具了 内室之中 杨开正色道 此番前来 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请苗城主帮忙 苗红文言把胸脯拍得砰砰下 杨丹氏尽管说 只要苗某能帮得上的 定不会推辞 我想找城主 借些红衣 杨开开口道 没问题 杨丹氏需要多少 苗红一口硬撑下来 显得干脆至极 城主有多少 杨开不答反问 苗红愣了一下 很快意识到杨开需要的数量可能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 杨开如今好歹也是天丹师 而且在整个玄丹门中 也是极为有名的天丹师 肯定不会缺少钱财 需要的数量少了 也不会开口找他借 略移沉隐 苗红道 说实话 苗某还没有算过 我天舞城到底有多少红欲 也不知道 能不能满足杨丹师所需 这样吧 你随我来一趟金库 我天舞城的各种物资 都放在里面 杨开文言也不推辞 汉手道 如此甚好 苗红伸手示意 当先领路而去 半道上杨开开口问道 城主也不问问我 借这么多红欲做什么吗 苗红笑道 杨丹师如今声名在外 苗某即便是九七天舞城 也屡次听闻你的大名 在玄丹门天丹师这个层次中 你可是一块招牌 杨丹师看得起苗某 才会找苗某借些身外之物 苗某若有 自会鼎力相助 至于杨丹师要干什么 那就是你的事了 杨开汉手道 城主放心 今日我从城主所取 他日定有后报 苗红呵呵一笑 他日在说他日的事 到了 天舞城的金库 自然有极为严密的防范 一路走来 明里暗里的护卫好几层 不过有苗红这个城主带领 那些互惠自然不敢上前造词 待苗红开启金库大门之后 一股浓郁的灵力波动 立刻扑面而来 杨开迈不住内 一眼便看到了 堆成几座小身一般的红玉 粗略估计最起码也有两三百万 想想也不奇怪 当年苗红为了感谢他的帮衬 直接送了三十万红玉出来 若是没有庞大的资源 作为护盾 他又怎会出手这么大方 除去有红玉之外 还有很多的零花溢草 骑士溢框 整个天舞城积累多年的财富 如今可全都在这金库之中 杨丹师去看看 这些红玉可还够用 苗红笑隐隐地问道 足够了 杨开点点头 我需要在这里闭关术师 烦请城主安排一下 苗红汉收道 好说 杨丹师就在这里安心闭关 苗某拿相声人头担保 在此期间 绝不会有任何人前来打扰 多谢了 杨开一抱拳 旋即杨开又吩咐花蓉和杨怀起去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金库大门关闭 花蓉和杨怀二人分力左右 就连贯营影都站在一旁 努力瞪大眼睛望着四周做守护状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